現在關心到了 就是在桃園市桃園區的 藝文特區 昨天下午是發生了警匪追逐 一名遭到鎖定的 古姓詐欺通緝犯 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 逃逸到單行道後 直接對撞攔截的警車 造成四名援警受傷 一號下午 桃園市藝文特區上演警匪追逐 桃園警分局同安派出所援警 在下午兩點二十四分 行經經國路與大興西路口 發現古姓通緝犯開車經過 立即尾隨攔查 古姓男子發現後方警車 馬上加速逃逸 園警隨即通報攔截圍捕 古姓男子沿著 逸文二街逆向行駛 蒲子所園警 鄭善 拳 以及王孝慈駕駛警車 在同德五街 以及逸文二街口攔截 古姓男子並沒有停下來 直接衝撞警車 警車上的兩名園警 受到輕微的擦措傷 王姓園警更有輕微腦震盪 負傷之下仍然奮勇上前 急破車窗 將古姓男子拖下車 壓制逮捕 圍捕獲程總共造成同安所 埔子所的四名園警受傷 其中王姓園警有輕微腦震盪 另外有三人擦措傷 以及玻璃割傷 桃園市長張聖鎮在晚間前往派出所 關心受傷園警 並頒發問問金 請園警們好好修養 記者詹淑雲沙宴其中健剛綜合報導 請園警